那么整个华华军的批评 讲到三界火宅 那么三界火宅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三车 第二个是一车 佛陀兼讲三车的方便门 来成就解脱道 最后讲到一幅称的大白牛车 来成就菩提道 也就是说佛陀面对三界的众生 它是一个两阶段式的成佛 先成就解脱道 再成就菩提道 那么现在有两个重点 我们三车特格讲到 第一个重点怎么样对接 第二个重点怎么样修学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 或者说心外求法 我们很苦恼 我们必须要靠法力的射受 我们就无常无我的法 来调和烦恼 就像一个人要吃药一样 那么我们一开始是仰仗法力 那么现在佛陀说 法力都是方便 这走到最后要仰仗心力 就是从外面的依靠法的射受 要变成内在的信心的安住 这个地方的对接是一个关键 就是天台中的观心法门 这个时候你要圣念真主 回光返照 正念真主 你要应验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应验你的清静性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三证人 就是说 当我们要成佛 没有一个人成佛 是靠法力成佛的 不可能 各位 法力会让我们解脱 但是成佛 你要找到成佛的正因 就是你的佛性 没有一个人成佛是向外追求的 没有一个人 解脱 安乐 可以 佛都可以创造一个法 让你暂时的安乐 暂时的解脱 所以 到了成佛之道 就必须从全法 而入死法 真实的法 就是众生本具的一念心形 这是第一个 所以 对接的方式就是内观 就是告诉三证人 你现在不能靠外 靠外在的力量 因为你能够靠的外力 已经让你走过的解脱道 后半段的路 菩提道 就是你要启动你的内在 自信功德力 那么这个启动的方式 就是我们说的 佛都赐给我们大白牛车 怎么做 那么天台智子大师的大智慧 他提出的两个官法 一个是空观 一个是假观 就是我们 我们怎么样透过 观照我们内心的方式 来把我们真主的功德 开显出来 如果你今天已经经过前面三车的条弧 就是你是一个二秤的圣者 直接会归到一念心形 你不用修空观了 因为你空观全面修过了 所以二秤人从三车对接到一车的时候 他直接修假观 他这个假观怎么修呢 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个如是像 第二个如是性 就是性向的操作 比方说他修布施 我们今天在修布施的时候 有一个布施的行为 我们内心会出现一个布施的像状 可惜的是 我们一般人在修布施的时候 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布施的行为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没办法进步的原因 我们总是向外追求 我们追求一种布施的善业 用这个善业让我们成就男生快乐的果报 那么这个快乐果报 享受完以后 回到人世间 有什么都没有的 你还是现在的你 你的心性的功德没有提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把如是像转成如是性 这是可惜的地方 那现在大白牛特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布施一个行为的时候 请你不要注意你布施给谁 也不要去注意你到底布施的什么东西 重点是你心中出现一个布施的像状 这是你要利用的 我们讲借向修行 你要去思维这个像状有无量的功德 这个就是你启动一个 自信功德一个很重要的像状 布施下 透过观照思维布施的功德 而产生愿力 一种菩提愿 观照力产生一种试验力 那么这样子讲 你这个布施就不是一个行为而已了 诸位 你叫做布施 波罗蜜 因为你怎么样 你以前重视布施的行为 你只有去庄严这部车子 但是你这部车前面怎么样 没有牛 你只是有车子 这个车子就是装得很漂亮 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进步 因为你的心态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你没有透过这种像状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观照它 然后把它转成心中的愿力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会关心的人 会操作内心的人 我们通过布施 重点不是布施的行为 我们是通过布施的行为 创造一个布施的像座 产生一种布施的愿望 而升华一种成佛的愿力 那么这样子呢 你这部车子前面有一只牛 你会透过布施创造福报 这福报你没有少 就是说布施的行为 你不重视它 你这个福报还是没少 而你多了一个心灵的提神 你现在是布施的力量更强 因为你有这部车 大白牛车走的速度更快 比方说净土宗 很多人只会练佛 其实你应该透过练佛的一个像状 把它引申成往生 你要把这个练佛的像状 跟往生结合 我们为什么要练佛 因为其他世界有依报的庄严 宝树 宫殿 楼阁 有正报庄严 你能够成就无种神通 你能够寿命无量 你能够依死自然 你那个正报的身心 有殊胜的安乐解脱 生气清清十方诸佛 那么你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练佛 就是说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修行 有一种明确的方向 如果你走圣道门的 你走圣道门的 你走南行道的 你的方向就是直去 无上菩提 净土中呢 所有的相状都要导规信土 诸位 我们以前讨厌相状 是的 我们以前被相状所害 因为以前的相状是攀岩性 我们攀岩 我像人像众生像 残射明十岁的相状 所以佛陀喝着我们 就是说 空观跟假观的操作就是 当这个相状是错误的 你用空观调谱 不尽苦无常物 喝着它 当这个相状是正确的 你要鼓励它 赞叹它 把它转成一种愿力 所以 到了 当我们是开始在广修法门 汇汇到心性的时候 我们是借外在的法门 开始在内心里面 操作了 这种内心的操作 我必须要是用一句话把它讲完 叫做 妙因妙果 不理一心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以前对英国的认识 是说 我造了善业 你为什么到天上去呢 因为善业让你往生了 到天上去的 这是拳法 你有这种概念 你是拳法 诸位 你不施善业 会让你往生 是你的内心 让你到天上去的 叫做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心做心是 你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接引是一个助言 是你的内心的愿力 你那种大白捏错的愿力 把你带到净土去的 阿弥陀佛发的愿子是个助言 你内心没有往生的愿力 阿弥陀佛也没办法射受你 感应到就要 它不是单方面的 所以这个大白捏错的概念 就是说 要想办法在你的内心当中 要有那只牛出来 那只牛就是 透过关照 善用你心中美好的相状 念佛的相状出现 把相状 转成往生的愿力 布施的相状出现 把布施的相状 转成一种菩提的愿力 这个重点在这个 如是信 观照 发愿 这就好像说 谈到相状这件事情了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成也相状是败也相状 比方说我们以前是 一个白板 白板过去 一天到往向外攀岩 反腐 烦恼 业障 暴障 白板画上了一个三界火宅 自己的内心 变现一个火宅 让自己受用 那么佛陀出世以后说 这个火宅不能用 把它擦掉 佛陀用空观的智慧 把这个相状擦掉 二色人认为 我的目的就是 把那个白板上面的火宅擦掉 变成一个白板 大事已办了 佛陀说 且慢 我的目的不是把火宅擦掉而已啊 你现在开始怎么样呢 如是一心中 方便请庄严 请你把这个宫殿再画出来 注意 我们消灭的不是那个白板 那个白板没有错 是白板所现的那个火宅的假象 所以当我们在走解脱道的时候 注意 我们是破坏妄想 不能伤害真乌 那个能变现的真乌是没有错 就是 白板永远没有错 是白板上面的影像有错 所以 我们因为 过去因为相状而堕落 是因为我们心态没准备好 我们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会很怕相状 看到相状说 哎呀 练佛就好 不要乱想 不要胡思乱想 你这样子啊 错损菩提啊 其实 有相状 你要去判断 它是一种 颠倒相 那就用空观调谱 那么是一种正确的相状 用假观的智慧 去带动它 让它变成怨利 所以 一个安住真乌人 他从今以后不怕相状 因为我可以空观去消灭它 我可以用假观来启动它 所以 这个死法就是说 重点不是影像 重点是你站在白板的角度 去改造你的人神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世心作佛 世心师佛 死法界都是可以改变的 你要掌握那一念心 所以 当然 佛陀在讲三正的时候 没讲那么清楚 佛陀说 你想办法把这个 火宅给擦掉 用空气把它擦掉就好了 去向偏空裂反就好了 他没有说擦掉以后 又重新可以画出来 所以这个三正跟一车的对切 就是三正法 它的思想在法力 透过法力消除烦恼业力 那么到了 真实法 强调的是一念心 如是一心中放遍情状元 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大白牛车跟山车的最大差别 是 它已经回归到我们众生本具 诸佛所振的一念心性 回到我们生命的延时点 开始造 重新塑造生命 我们下车的最后